北京时间10月21日晚,江苏中天钢铁女排俱乐部发布公告,预热即将开打的2023-24赛季中国排球超级联赛。 值得注意的是,在江苏女排俱乐部公布的新赛季球队名单中,休战已久的27岁国手张长宁赫然在列。 这也宣告了张长宁新赛季将会付出征战排超联赛。 1995年11月出生的张长宁,私职主攻也可以客串打接应位置。 2014年,张长宁被时任中国女排主帅郎平招入国家队,一年内实现三级跳。 2015年,张长宁随队夺得了女排世界杯的冠军,她也是中国女排历史上最年轻的作为主力队员拿到世界冠军的主攻手。 此后,张长宁更是跟随中国女排获得了2016年里约奥运会金牌。 2017年女排大冠军杯和2019年女排世界杯的冠军。 她与朱婷、袁新月的朱元璋组合,至今都被女排球迷所怀念。 自从2021年东京奥运会后,张长宁就殷商淡出赛场。 在此期间,她还完成了自己的婚姻大事。 不过至今,张长宁都否认了自己退役的传闻。 如今随着张长宁入选江苏女排征战联赛的名单, 这也意味着新赛季,她有望回归赛场,甚至有朝一日重返恩师蔡斌执教的国家队。 若状态恢复理想,甚至还赶得上代表国家队。 征战明年的女排世界联赛,甚至巴黎奥运会。 新赛季女排超级联赛第一阶段赛程,从11月4日开始至12月19日结束, 江苏中天钢铁女排与五冠王上海女排、深圳女排、辽宁女排、浙江女排、广东女排、云南女排以及江西女排同储币组。 张长宁此前已经长时间远离赛场。 直到前段时间,传出了张长宁开始恢复性训练的消息。 10月21日,长州市体育局发布有关联赛的消息,确认了张长宁的回归。 而在一天之前,张长宁也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自己剪短发的视频,并表示,咔嚓咔嚓,从头开始吧。 张长宁剪了一头短发。 11月4日,2023-2024赛季中国排球超级联赛将正式打响,新赛季排超联赛恢复主客场赛制,共有15支队伍参赛。 对于此前已经长时间远离球场的张长宁而言,目前的首要目标是找回比赛需要的身体状态。 若能顺利复出,她的归来无疑将对当下缺少朱婷的中国女排带来极大的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